卖菜老板绝不会告诉你的食物储存小技巧 1.把大虾塞进矿泉水瓶子 然后装满水 一定要装得满满的 拧紧盖子放冰箱冷冻 这样保存一年都不会坏 2.香蕉放两天就容易坏 用清水洗掉表皮的催熟剂纸巾擦干水分 再打湿一张纸巾 包住香蕉的根部 放到天荒地老 想吃的时候依然完好 3.把胶带贴在西红柿的屁屁上 锁住水分 三个礼拜都新鲜 4.将香菜根部用纸巾包裹 喷上水 放在杯子里 一个月都新鲜 5.把生姜放进杯子里 倒上白糖 生姜不再长毛了 6.包菜多了吃不完 用小刀将包菜的都挖掉 里面塞入纸巾纸上 喷上清水 将纸打湿 半个月都不会坏 7.草莓容易烂怎么办 只要在水里倒入醋 把草莓放进去泡一下 什么时候吃都很新鲜 8.面粉放久就容易生虫子 在面粉里放入桂叶 这样面粉放一年都不会生虫了 关注我 每天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